你好,今天我来给你讲什么才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的第八个要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有些事情不能假设。 一开始的时候,我先给你讲一个笑话,一个经济学家自嘲的笑话。 我第一次听这个笑话的时候,哈哈大笑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笑。 据维基百科考证,这个笑话是英国经济学家Kenneth Bowden在他1970年的一本著作《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as a Science里面提出的, 他说有一位物理学家,一位化学家,还有一位经济学家飘到了一个无人的孤岛上面,他们需要食物,这时候海岸上飘来一个食物罐头, 当然这个孤岛上面没有罐头刀,怎么才能打开这个罐头,吃到里面的食物呢? 这时候,物理学家运用他掌握的物理学知识,说我能够算出打开这个罐头需要用多大的力。 而那位化学家呢,也运用他掌握的化学知识说,我能够制作一些火药,把它炸开。 而轮到经济学家了,经济学家说,我们假定我们有一把罐头刀,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罐头打开,这就是经济学家的本事。 人家是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经济学家就假定问题已经解决了。 同样,我们也经常嘲笑经济学家是那些善于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的人。 我自己时不时参加一些经济学家的论文讨论会,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经济学家在讨论他们的论文的时候,先花20分钟到30分钟讲他们的假定。 他们先把世界都假定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有序,非常的理想, 然后推导他们的结论。 当然,他们的结论也非常漂亮,就是离实际有点远。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就是要强调,在讨论现实问题的时候, 有些问题,有些条件,我们永远不能够假定它们不存在。 我们要永远记住,它们是时刻在起作用的。 我分几点来说明哈,第一,我们不能假定竞争没有成本。 我们在全年的课程一开始讲马粪的故事的时候就讲到, 竞争是有成本的,标志那些资源的产权是有成本的。 乞丐没有白拿施舍,那些伸手向政府要优惠政策的企业, 是要浪费真实的资源,付出真实的成本的。 而我们真实生活当中有许多风俗习惯,制度规范, 目的都是要减少竞争当中带来的成本。 知识产权、专利的确定,能够减少无畏的竞争。 渔民之间约定,谁飞出的飞镖把鱼打伤了, 这条鱼就归谁,后面不要再争了。 打仗的时候,我们也规定, 人员伤亡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投降了, 不要再做无畏的牺牲。 要记住,竞争本身是有成本的。 第二,我们不能假定价格是昭然若劫的。 经济学家很容易在黑板上面画条曲线, 就说价格是多少。 在现实生活当中,厂家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价格, 让自己的收入和利润达到最大化, 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哪怕是一位垄断者, 他也不能把价格定得过高, 因为那样他的收入和利润只会趋向于零。 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价格定得过低, 因为那样即使自己的市场份额达到最大, 他的收入和利润也趋向于零。 现实生活当中, 供应者要通过不断的摸索, 要通过实施各种各样的价格歧视政策, 才能找到大致合理的消费人群和定价标准。 摸索的过程是合理的, 是正常的。 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通过博弈, 瓜分交易剩余, 谁占多一点, 谁占少一点, 都不应该受到指责。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第三, 我们不能假定信息是对称的。 信息不对称是常态,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 这个行业里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所以它很特殊。 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到处都有。 你说医疗行业信息非常不对称, 那难道食品行业信息就对称了吗? 你说教育行业信息非常不对称, 那难道房地产市场信息就对称了吗? 如果说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市场, 就应该受到政府的强力管制, 那任何行业都应该受到政府的强力管制, 市场机制本身就没有起作用的余地了。 事实上, 哪怕是在普遍的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人们也总能够摸索出, 设计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通过自发的、协作的、市场化的方式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第四, 我们不能假定市场已经达到了均衡的状态, 均衡的状态永远只是经济学家头脑里面的理想状态而已。 我们经常会听到经济学家说, 这个失衡, 那个失衡, 但其实经济就从来没有衡过的那一刻, 一切都是在动态当中调整的。 所谓均衡只不过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的一个参照系而已。 真正的市场过程永远是动态的、开放的、非均衡的。 第五, 我们不能假定非盈利组织里面的人是天使。 当然, 盈利组织里面的人不是天使, 这一点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有些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但是那些说自己不为了赚钱的人, 他们就一定是在行善吗? 一定是在大公无私地做贡献吗? 一定是只在做好事而不作恶吗? 不能这么假定。 偷懒、懈怠、自私是人之常情, 只不过是在不同的约束制度下面, 这种人的天性会有不同的体现而已。 教书育人的老师会有意无意地过分强调他们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的重要性, 而贬低他们自己不懂的还不掌握的知识的重要性。 慈善机构会有意无意地强调穷人的无能, 强调现实条件的险恶, 而贬低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脱贫自负的能力。 政府机构里面的官员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部门的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 为了保全自己的职能, 牺牲公众的利益。 人有天使的一面, 但永远不仅仅是天使, 这是我们永远要牢记的。 第六, 我们不能假定交易费用为零。 在市场当中, 我们不仅仅有售价者, 有密价者, 更重要的, 还有造价者, 制造各种虚假信息, 在市场当中兴风作浪的人。 当然我们要知道, 在市场当中, 如果兴风作浪能够盈利的话, 那么去撕破这些兴风作浪的人也能够盈利。 这两种力量是互相交织, 互相博弈, 互相抗衡的。 最后的结果是使得整个竞争的过程充满了交易费用。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能假定一个运行平滑, 信息畅通, 完全没有阻力的市场。 第七, 我们不能假定人们做出调整和应变是不需要时间的。 我们在讲投资加速器的时候, 还有我们在讲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对抗经济周期的时候, 我们都仔细分析过, 人们为什么不会一看见变动就做出反应? 因为那样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错误, 造成更大的损失。 人们需要停一停, 看一看, 判断一下新的情况, 新的冲击, 新的政策, 到底是暂时的, 还是长期的? 它们的影响到底是局部的, 还是全局的? 那些被汇报出来的经济数字, 到底是名义上的, 还是实际上的? 各种各样的经济效果, 除了可见的, 有哪些是不可见的? 除了可量化的, 还有哪些是不可量化的? 但我们看到人们的反应有点慢, 有点笨, 政府有时候会对经济的波动, 袖手旁观, 听之认之的时候,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 这就是政府失败, 等一等, 看一看, 可能才是更经济, 更有效的对策。 好, 今天我给你讲了, 什么才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当中, 最后一个要点, 那就是有些事情我们永远不能假设, 因为这些事情是永远真实存在的, 我们不能假设竞争没有成本, 不能假设价格是昭然若竭的, 不能假设信息是对称的, 不能假设市场是可以达到均衡状态的, 我们也不能假设每个人都是天使, 我们也不能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 我们也不能假设人们对新的情况 做出应变和调整, 是不需要时间和考虑的。